主席好 有請顧主委 有請顧主委 是 蔡委員 好 主委 那個我想今天來跟你談談一下 上四櫃公司股東會的畢句 群聚的問題 那因為大概每年的股東會大概 九成都在六月份召開嘛 所以大概現在是預期到 集保公司應該會在四月前就會開始公布開會的指引 而且股東會大部分都有名冊 那去年大概只有十家有大概兩百個人的參加 其中一家大概是大一千人 所以大概就是說 有一些群聚的現象應該不是那麼的多下一頁 那我想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現在是防疫期間 那常常是股東會集中在同一天 但是這個會容易產生一些不利監督 產生一些公司治理的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放寬的單日百家的一個上限 那是不是會讓這個疫情會有一些風險 所以我想主委應該現在沒有要放寬的必要 那我想要問一下未來是不是會持續的去降低 單日舉行股東會的這種加速的上限 現在還沒有說要去 你講的降低是指讓它 就是你現在規定是單一天就是說 一百家 你說超過一百家 對 這樣再降低一點這樣子 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正在密切的關注 但現在還沒有做這樣子的一個 會下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要看 要看 因為六月現在看起來加速比較多的 我們看起來就是六天 您剛剛這裡也提到六天的日期 還有其他的天數都還沒有額滿 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打算要放寬一百家的這個部分 但是會持續的來關注 那如果確實會有這樣受限於每日登記名額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會再來演繹再來做放寬 但現在還暫時還沒看到 但是會隨時來檢討 OK 那主委你覺得你理想中 你們有沒有去做過研究 單日股東會的上限以幾家會比較適合 這個大概應該是有一些學理上面的研究 這個我覺得就跟定二十歲是不是可以投票 成年人是一樣的 跟近在十九、十八 其實道理差不多我想都沒有一個絕對性的 但是確實就是努力想的 我們盡量避免所有的股東會集中在同一天 不過我們好像都有 國人都有一種黃道極致的概念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看下一頁 另外一個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趁這一波的黃衣 是不是把它變成一種社會運動的原動力 2019年我們電子投票已經有52.5% 當然就是說我們是盡量股東 鼓勵公司跟股東就採取電子投票 那去取代親自參加股東會 當然我覺得是不是今晚會趁這一波去做這樣的一個加強 那加強電子參與跟線上投票 還有視訊會議的一個模式 但是問題來了下一頁 公司法第177條之一規定 股東可以用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但是呢就是如果對原議案的一些修正案或者是臨時動議 它是一律視為弃權的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不曉得金管會有沒有對這個部分 造成的一些電子投票使用意願下降的原因呢 你們覺得應該如何來解決 跟委員報告我想有三點特別跟上 第一點就是有關宣導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跟吉保同時開會了 吉保會在媒體、廣播電台、雜誌網頁、吉保的依存者APP 來宣導股東來積極採用電子投票出席股東會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我們想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電子投票的一個情況應該會提升 那我們主要利用電子投票也是鼓勵股東行動主義 也就是說股東盡量不一定要跑到議場 但是也不要放棄自己的股東的權利的行使 所以貴股東相關的這個議案 還是積極的利用電子投票等等的方式來進行 那第三個到達現場 確實如果我們事實上也已經會在下個禮拜 會發布一個指引 就是說即使是有發燒到了現場 那我們也盡量安排 就是說你投票的部分可以指定投票 然後另外如果你真的有臨時動議 或者是你有這個相關的這個提案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用一個隔離 但是可以讓你來全程看 觀看這個股東會的召開 然後可以來提出臨時動議 跟這個提出議案的方式 然後這個指引會在下禮拜會出來 這個臨時動議這件事情還是股東還是要到現場嗎 那這個師兄或者是電子投票這件事情 目前應該是無解嗎 還是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現在公司法修法的趨勢都應該是這樣 也就是說盡量對於我們所有的議案 都在這個正式有一個提案 然後用在股東會呢 用一個正式提案的方式來處理 臨時動議的方式在我們公司法 逐步推動相關的這些 讓你這個臨時動議 透過沒有辦法用電子投票的方式來處理 情況之下 臨時動議的這種情況 確實會比較越來越少 但是這個是鼓勵一個股東要來擬聚 因為臨時動議坦白講 個別的股東在現場提出臨時動議 獲得參賽的比例 事實上是不大的 OK 所以我們還是 你說你聚集一些必要的一個 特定的一些股東到達一個全數 然後提出正式的提案 我想這個部分 得到一個認可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OK 好 我們看下一頁 剛剛那個主委有回答了 我們現在那個銀行業在中國 曝銜的一些問題 下一頁 那目前呢 大概在大陸地區的一些36家銀行 中間有12家的銀行 對中國的曝銜超高是超過50% 那這一段這個部分呢 因為這波疫情也可能會導致一些金融的波動 那如果主委這邊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樣掌握 或是預期對策 還是覺得說再觀察就好了 還是覺得無所謂 因為這一次可能會造成一些金融的波動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這邊的曝銜 都有一個比較密切的關注 這個我剛剛已經跟其他委員報告過了 那現在的一些指標 第一個所要的指標當然就是說 法定曝銜的總額不可以超過他決算後禁止的百分之一百 那逼近百分之八十 所以你們這部分你們會去掌握嗎 我們會關注 那所以現在都沒有到百分之八十 那也事實上都已經降到八十以下 距離八十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距離八十都有一段距離了 OK 那總體來講是46% 對 好下一頁 那剛剛主委也有提 有回應了一些那個預期放還的比例 然後不過因為在這一波的疫情 跟還有再來就是最近的有加暴跌的衝擊之下 在整體的系統風險上面 有提是中國大陸 那不曉得那個金管會在這個部分呢 對於有沒有各分行預期放還的比率 還有他們的資產的品質做一個掌握 下一頁 好那再來就是中國的一些統計數字 當然就是可信度會比較低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你剛剛當然也有回應到 這個前面的主委委員的一些問題 但是在這一波的預換款 在這一波的金融風暴 以及油價這樣子波動的情況之下 你預期台灣短中長期會受到什麼樣的波及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因應措施 簡單跟委員報告 其實就是一個黃火牆的概念 就是剛剛提到的法定 曝險的總和包括受信、投資跟資金的猜存 不可以超過決算或盡責百分之一百 那事實上現在都第八十警戒值 那我們現在進一步的當然是說分行 在中國大陸的二十家分行 那他們現在有任何的預放 我們希望他們用盈語打消 所以如果即使是有產生預放 他們在當地有盈語 還是先打消那個預期換款 讓他的預期換款 你們會去控管他們 都會接近於零 就是說不要波及延燒到 母體的這個總行這邊 有一個黃火牆的機制在建置 這樣子 那另外當然最後一個就是一個通報系統 我們銀行業 所有的金融業都有一個通報系統 即時通報 任何發生一些突發的狀況 他都要做一個 都要做一個通報 那這樣一個即時通報的機制 如果沒有做的話 也會被我們裁罰 是 那個主委 要提醒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產生了一些金融的風暴 可能會跟08年一樣 所以可能需要 他儘管會需要長期去面對這樣的一課題 到底是短充長期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中國在 如果在未來真的出現了整個金融的系統 他勢必台灣會受到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這個是大概是我最近比較關心的 好 謝謝主委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蔡碧如蔡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是我們林德福林委員